哈喽,欢迎收听最懂你的频道 我是主持人小瑞拉,还有我的搭档Ashley 还有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是职场大小事,带你进入职场的世界 如果你们喜欢小瑞拉的频道,请定期收听 我在各大平台,还有突然间忘记那些平台的英文 我等一下会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去搜寻 各大的广播平台都会有我的频道 还有可以搜寻Gabria Cake Dessert 跟在FB搜寻小瑞拉,都有机会找到我 还有我的甜点工作室 我们先进入主题 毕业后,自己念的能符合社会的需求吗? 这个问题对很多高中跟大学生一定都会有许多存在的问题 像很多人他高中一毕业 他就想说,因为我念高中嘛 那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会比较念书的人 所以我大学大部分就会去选择一个 譬如说一些法律系啊 或是说像一些,比如还有什么样的科技啊 比如说企业管理啊 等等之类 或是说为了以后可以快速有工作 有些人会念景专等等之类 那也有人会选择一技之长 就像一些美法业的 或甚至是一些 给发美容之类 对,就学个一技之长 那有人会念书 他就会选择是靠考试 然后未来能有工作的 像公务人员啊那一些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喜欢跟社会的需求是不一样 可是像很多人,我看他念的书念的很认真 像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很像是念企业管理系 但是他毕业后出了他找不到工作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念了很多观念理论是真的不错 但问题是他家里的经济环境 跟他家并没有一间公司 他可能是做一个很小规模的一间店面 那不需要会这些 而且通常我们去到一个公司 我们都要从基层做起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 你如果念这个,你一下子进去职场上 如果你要佛某个职位,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爸爸是富二代 或是你爸爸是一个董事长之类的 就可以让你安插进去空降 对啊,但是不可能 大部分的家庭环境还是没有到这样子 还是要让自己真的是白手起家 自己努力争取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职场这种东西真的会跟学校不一样 就是有的人他很会念书 可是他出社会 他完全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社会 对,因为你知道在读书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今天人缘不好 或是你不会跟人家相处 其实无所谓嘛 你就好好认真读书 然后下课就自己去上厕所 国中都很散吧 都一定要说 我们大家一起去上厕所 就会觉得说 有上厕所才会有朋友 就一定要手勾手 然后男生我是不知道 女生就女生的社群 就是一定要是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被你看到说 诶,有一个女生他一个人去上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女生一定是没朋友 不然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女生一定是很孤僻 就会被贴各种各式各样的标签 对啊,以前我国中也是这样子 可是后来今天长大的时候 就觉得说 自己去上厕所根本就不会怎么样 对,就不用说 一定要依靠谁谁谁 如果他下课刚好在写功课 赶快补作业 补教 或者说他可能刚好想睡觉 就会显得 就是 对啊,所以还是觉得 长大之后 觉得很庆幸 就是 可以脱离这种模式 那出社会之后呢 其实人际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在读书的时候 就算你没有朋友 然后你都自己来 我就说 要有报告 到临时找一组 其实也不是一个难事 可是 如果你真的没有朋友 通常 你莫名找到那一组 通常有可能报告 可能也不见得是 可以做得这么的理想 大家都希望说 在一个团体当中 都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秀的团队 然后我们一起together做报告 然后我们一起上台报告 分数都可以超高分 那团体里会有的是那一种 雷 呃,猪猪队友 就是他完全不做报告 雷队友 然后你就要上台报告 他回你句话说 诶,可是我都没有做报告 我上台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啊,你报啦 你报啦 搞到最后 做的人也是你 报告的人也是你 真的,我就在社会上 就是有这种人 但是一出社会 就不得了了 这种人通常会完蛋 这是真的 因为你出社会 你怎么可能说 叫谁把你做报告 然后如果你连什么都不会 主管叫你上台报告 啊,我没有做 拉你拉你拉 我保证觉得你的工作很快就会 Game Over了 对,很快就可以跟他说 拜拜的 所以我觉得说 你自己念的科技 到底会不会符合这个社会需求 我觉得你们需要评估 现在在听的观众 不管是高中 高职大学 或是念科技大学 你们都可以思考一下 你们的工作未来会不会被取代 会不会很容易被机器取代 或是你们的工作 在未来有可能会消失 那你们可能就真的得仔细想想 那你们可以透过什么管道而知道 就是你们可以出社会 有时候去打个工 趁暑假还要去打个工 去了解一下说 诶,你跟不同的大人聊天 或跟不同职场上的聊天 他其实会给你很多的建议 而且有时候你在读书 我们都是听到老师 或学校的教授这样子讲 我们都会对你的科技 非常的有向往 但是事实上 是不一定是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职场上 遇到的一些困难 是有时候可能在学校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说 我要把我那个科技 念得好念得转 但是职场上 真实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我相信这样说 一定很模糊 所以呢 我就是要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像有些人 他念了某一些科系之后 他很认真 他觉得说 啊,我一定可以的 结果出社会 因为有些东西 是要毕业后才能考 他发现他考不上 然后因为他可能考不上 某一个职位 或是说 某个公务之类的 某个执照之类的 对,然后他就可能 没有办法升任这个工作 那他可能只能做助理 什么之类 他就对这个职场很失望 因为他觉得说 诶,我也很认真 读书,我怎么都考不上 等等之类的 像我生命 就会有这样子的朋友 那最后 会继续坚持的人 真的不多 因为你可能过得到 25岁30岁 你会发现你的朋友 渐渐都有成就 你还在那边 考那个国家考试 说真的 放弃的人很多 因为考虑到经济嘛 所以你要先想想看 你是属于会读书的吗 还是你是想要 学一技职场的 如果你是选择会读书的 那你一定肯定要 加倍的努力 因为国家考试 真的没有这么好考 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 你觉得你的技能比较好 那你就肯定要加紧练习 因为很多人他在读书的时候 蛮顺利的 可是一出社会 甚至考国家考试 其实没有那么顺利 他就会整个人荡下来 好 那我觉得说 我今天就是想要来讲一下 职场的事情 那Ashley你觉得说 出社会工作 需要具备怎么样的 就是一些技能什么之类的 好解 对 我觉得 沟通吧 沟通真的很重要 因为 其实 你一定要学会 跟不同的人聊天沟通 你才会得到很多 诶 不同的心得资讯 或者说 你根本不用花时间去尝试 那个 A领域 B领域 C领域 可是你听这些人聊天 你就大概会知道 哦那个领域大概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 什么样的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 所以我觉得 沟通真的很重要 比起你 在一个职位上 花时间埋头苦干 其实 有时候资讯流通 真的会 比较 顺利 对啊像Ashley说就是这样子 像如果这些学生们 你们不知道你们未来 是不是很适合这一类的工作 你们都可以去那个职业去试试看 可以让人家给你一个机会 才会发现说 诶 这到底符不符合你 比如说 他的工时过长 其实你可能 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的工作 或是说 他需要一直跟人家互动 你会觉得其实我很害羞 我根本不好意思跟人家说话 或是说 他的那个互动性 只是说你要一直 在就是打一些文术处理部分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整天都坐在那边 一直在打文术 我身体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而且 你喜欢的工作模式 也许去跑来跑 就像业务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尝试看看 我觉得大学生不要浪费 暑假那么长 你们可以寒假去打个工 暑假去打个工 不要找类似的 找个不同的 也许你们会发现 其实你们更喜欢什么 对 而且 打工虽然说 你会觉得说 打工好像 没做什么 可是其实 这其实是你深入那个环境 最好的机会 最重要的 对 因为 当你进去打工 你听到里面的人 里面的同事 在贪天说话 或是看他们的工作模式 你才能真的更深入这个环境 去了解 他的工作模式是什么 然后你也同时知道自己不足什么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 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这样的 像我之前念的 因为科系的关系 所以 在学校老师都会说 哇 这个科系多棒之多棒 然后每个人在学生时期 都会有对那个 你念的科系超有幻想 就说 我一定是个什么 一定是个什么 什么之类的 就看你念什么科系 可是到职场上来发现 其实真的不这么一回 也是第一个 可能也许如果你是从事医院类工作 会发现 啊 每个病人都病奄奄的 然后 可能聊的 或是什么方面 其实你会觉得 你一整天心情超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那个 OL工作 你就会觉得说 大家都好把握 我真的好不喜欢 可是 你会 然后或者说 你今天可能是 比如说 心理师 心理咨询师 临床心理师 每天都听着别人那些负能量 接收那些负能量 自己能不能消化 也是一个 对 也是一个点 或是你是一个所谓的那个 服务员 那什么 譬如说一些 饮料店的公读生啊 或是说一些 像餐厅的员工 大家就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大家都说什么 服务至上嘛 我觉得这个理论 虽然不对 但是就会造成说 很多人对服务生的态度非常差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诶我只是 来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对我态度那么差 所以就觉得那个心情 就会就是 啊 我觉得我是不是选错职业了 对 那你说医护人员 就一定会被尊重吗 那也 并非哦 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厉害 他反而会去质疑医护人员 甚至他觉得他只是花了150块的 健保费用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有钱怎么样 然后态度非常的差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我觉得在任何职场都很辛苦 那我觉得相对的不管 你身为的是职场的新鲜人 还是资深者 大家一定都会有自己的一些 心路历程之类的 好 那我们现在要跟职场的那些新鲜人说 要如何面试成功 嘿 这就是一个小paypal咯 我之前听说 就是如果你要去某些品牌的店工作 你就必须要穿着某些店品牌的一些衣服跟鞋子 或是裤子 你就比较容易有机会录取它们 讲错了被录取就有机会被录取 我讲错别人 那你如果是符合你想要走一些医疗业的 你的 除了你的专业以外 如果你是比较偏向于物理治疗师 职能治疗师 或是一些相对会跟人有互动的 那主管跟一些比较长官们 就会希望你比较活泼 比较开心 比较会跟那个病人互动 那你是否就比较容易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职场呢 因为每个工作性质不一样 所以他们所需要的人才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要去面试成功 一定要先做个资料 你会想说 诶我们今天去怎么样的地方 我们要需要什么样的穿着 才会有机会能被录取 这真的很重要 像如果你今天去一些不要正式的场 你随便穿一件T恤 你短裤绝对不会被录取的 对 老婆就觉得也太邋遢了吧 而且重点是有的 我说的就是在职场也现实 有的老板可能就是真的会比较看 就是女生如果长得比较漂亮啊 男生长得比较帅就比较容易录取 被录取 虽然我觉得这很现实 但是我真的在职场上这么多年 我发现长相似乎很像也很重要哦 就是只要你看起来真的很赏心悦目的话 也真的会大大增加你的录取率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就是说 如果你们要去面试 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得体 不要说太夸张 打扮得太过艳丽 太夸直招展也不可以 如果你是去印着模特 也许你真的需要得特别打扮一下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职场 我觉得穿着很重要 真的 对就是不要出现什么T恤啊 短裤啊 一定要是比如说衬衫 啊长裤 对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 还有就是见到老板的时候 记得要耐心的聆听 他们在说什么 你的回答一定很重要 而且很多老板他其实除了看你的回答 以外他还看一件事就是说你的临场反应 诶有的老板会考试说 如果你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处理 诶有的人他就想了十秒 二十秒三十秒 登登 你就输了 有的人想说 天哪怎么办 我前四年都一直在念书诶 我都一直抓书桌上诶 我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过 或面临到这些问题 然后一下就立刻被打枪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要去职场上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零级反应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去打个工 因为读书 打工你才会遇到那些事情 而且打工大多啦 都是服务业 所以你也比较会 就是可以增加你临场反应的 那个学习的机会 而且说真的读书老师如果问一个问题 你只要永远都不要举手 甚至都坐在那个最角落 老师还不一定会点到你 所以呢你可能就没有机会 可以去做这些反应 可是出社会不一样了 老板要看到的是 你能不能为他创造更大的利益 这是重点 有的人他虽然很乖 然后虽然在学校 可能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非常好的同学 但是因为他在职场上 他无法为老板创造出最大的利益 他有可能就被淘汰 老板希望 然后现在的老板 都很希望 员工是属于非常多才能的 比如说社交能力好 文书处理更好 甚至是很会跟老板讲话 或是说很懂的那些 就是查研观色啊 最重要是能跟同事相处的好 因为你跟同事相处不好说 一句实话 老板也很困扰 常常都看到你们来不合 他也会觉得非常的讨厌 所以就说 如果像你有办法在职场上 多兼职几个角色 你的确会受到老板的那个宠爱 他会觉得说 诶我请一个能 诶我请一个人 等于我请了好几个人的意思 像我曾经在职场上就是这样子 我一个人做了超多的工作 譬如说 跟人的互动 还有一些我自己专业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 我除了这些以外 我可能常常人际关系 一个最大重点就是 同事不好相处 同事常常找你麻烦 但当他找你麻烦的时候 你就每天思考 怎么办 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处理 诶说真的 工作不容易诶 工作不是说 你把工作做好 你就是100分 你有时候呢 你出了工作 你的脑袋 还是要不断的思考说 诶 这个 我这个邪恶的同事 到底下一步 到底要对我干嘛 那我怎么得去应变 对 去变通跟预法 而且你应变 你第一个 你不可以得罪到老板 第二个 因为你还得跟他相处下去 你要怎么说 可以让他知道 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是这么好欺负 重点是他会尊重你一点 嗯 怎么委婉的拒绝 这种事情的发生 跟怎么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很重要 诶 那不然 那不然每天都跟自己的同事吵架 人家是夫妻吵架 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哦 你当你跟你同事搞成这样的时候 就觉得超级PD无敌烦的 对 其实你再也不是面对公事烦 面对老板烦 现在同事就会是你最大的压力来源 真的啊 像我之前工作 我就觉得我那个同事真的是闲闲美奈子 我的工作跟他的工作 其实是不相干的 他就是会故意弄一些小技巧来找我麻烦 我的部分我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让所有的人对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然后每个人都是对我觉得很满意 我不但在沟通技巧上面 甚至与人互动解决问题方面 我觉得我自己不敢说顶尖 但我至少觉得处理的还算OK 但呢 总是有一位邪恶的巫婆 就是在远方眺望着你看着 你想说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怎么做那么好 他就是会找麻烦 然后在所谓的老板面前啊 装可怜装可爱 让老板觉得说他怎么这么可恶 然后呢 因为他知道他来对付你 那你就知道是他对付你 他就会跟老板讲 让老板来对付你 让你在那个职场上工作 第一个不开心 第二个你会觉得说 哇我工作也太辛苦了吧 我除了面对我职场上 是我还要面对这些可恶的人 天天找你麻烦 当你不做的时候 老板又觉得你很重要 舍不得你走 因为他觉得说怎么办 你走了之后 他怎么能再遇到一个 可以跟人相处的好 问题解决100分 然后各方面 他都得做的 很少这种人啊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应征A职位 我就是做A师 没有现在工作不是这样子 你应征A 你ABC做EFG 倒是你可能都要会 所以呢 所以等于说你应征了一个工作 可是你确实要做得非常全面 真的啊 你如果说你只说 我工作只有A 那你不能叫我做B 那你可能也做不下去 所以这种员工真的很少 就是很甘愿的被你就是这样子 然后还只领A这个职位的薪水 当然现在工作都这样子 老板希望你是万能的 最好呢 我叫你做什么事 打扫清洁 你要会做 这基本的嘛 还有处理客人面对的能力 一定要100分 最重要的是 老板交代你什么 你什么都是做到样样好 这种人真的很少见 所以现在呢 你要身兼多职以外 你还要有一个更高的回答技巧 对于老板 要怎么样适当的拒绝 让老板知道说 诶老板你太过分了哦 太超过 其实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像如果是我 我都会譬如说 我之前的老板 就会叫我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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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好不合理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工作 就非常忙 然后他还会叫你做些 你觉得超级不合理 譬如说连墙壁有灰尺 他说诶来墙壁擦一下 我心里想说 我印证的那个职位 并不是清洁人员 那我知道我的职场上 因为可能现在需要的 他应征的人比较少 所以他希望你当然 可以多做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没关系 但墙壁清洁 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 也是非常的忙碌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去做所有的事情 我还要擦墙壁 重点是那种墙壁 他就还他会跟你说 诶你不擦的话 我怕你会过敏啊 对那个呼吸道不好 我觉得他讲的还似乎很有道理 搞得你也像贼茶一样 所以我就会跟他回应说 诶老板你太过分了 但是我之前的老板啊 就是会让我觉得说 他不管怎么样 他叫你做什么 就是要做什么 他可能还会叫你做些 青蜘蛛丝蜘蛛王 你知道那个蜘蛛丝有时候细到 有可能都没有看到他 可是他看到了 他叫你青 就是我会觉得说 基本的环境我们能做 但是有些太细 我会叫你爬到说 爬到上面去清洁 我就觉得很夸张 其实这些事情就已经 算是很刁钻了啦 超级刁钻了 就是在找你杀 找你麻烦 可是因为我们工作很久 我们会知道怎么去应对 可是对一些社会心理的人来说 他会想说怎么办 我怎么说 才可以让老板了解 但是又觉得说 我又很不像在拒绝老板一样 那不然我还是工作薪水还是要从他来嘛 所以这就是你们要学习的技巧了 如果是我就说 蛤 你叫我亲那里 可是 那么高 我不太敢上去等等之类 他就说 不会啦 你那么瘦你可以上去亲的 那你就是要有点表现出那一种 就是你觉得说 很害怕 就是你可以有时候 你知道吗 工作不一定要那么近 你就会说 这个真的有点高我不太敢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 好吧那我找另外一个人去请姐 那另外一个人就不爽你啦 可能这时候你就害到另外一个同事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毕竟 工作是这样子 合理我们当然要做 因为他服了我们的职场范围 但是有些工作内容实在太不合理了 就是可能就是 像有些人的身高 好啦说我好了 我身高可能就只有150一公分 他叫我去亲一些就是 比较不肯的任务 那因为太高我可能需要垫椅子 我可能垫了椅子之后 我还不一定碰得到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有点太勉强别人了 而且你假如你今天应征是某个职位 是比较高尚的职位 他叫你去做一些太夸张的工作 你会觉得说 嗯? 譬如说我比喻 你今天应征的是一个主管的职位 他叫你去扫厕所 你就会觉得 好奇怪 这会是我的工作吗? 那今天老板跟你说 因为我们今天人力缺乏 那我们希望你可以生间多做 顺便去扫一下厕所 因为老板不想扫 你就会觉得心里很奇怪 我是应征这个职位欸 如果是Ashley你会怎么做? 我会 我会 我真的当校会觉得很傻眼 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做齁 对 但是我可能也是会像你一样 就是可能委婉地转调 这样 对 就是假装很忙很忙 然后同事 就是他可能扫过去 就会可能 交一些 感觉好像 呃 现在事情刚做完 或是突然临时来找他的那个同事 他就可能顺便讲一下的时候 欸你那个 要去扫一下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可能就会装忙 装得很忙 忙到老板就算走过去 就是我都不会瞄他一眼 绝对不要对到一眼 这个很重要 这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 装忙 职场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职场上遇到很多不合体的事情 真的要说出来 因为人是这样子的 你敢说 就没有人敢欺负你 你越不敢说 就会越有人欺负你 有时候在职场上 大家都会试一下你说 欸你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 当你都没有反应的时候 下一次会更严重 我们来讲一下职场性骚扰好了 欸Ashley你有遇过什么职场性骚扰吗 职场性骚扰了 嗯 同事吧 就是 呃 之前之前有曾经遇过 可能会 就是 一直跑来跟你讲话 这样子 然后其实到这里都还好 最怕就是 后来 他自以为跟你很熟之后 他可能会 透过一些网络的关系 去 去跟 比如说看你平常都跟哪个朋友出去 因为你都会 可能发发联网 发发什么嘛 他可能就会 密身边的人啊 密你的家人 密你的朋友 这种职场性骚扰 是真的很 很麻烦 我知道 我听过你那个故事 你知道 Ashley遇到一个 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同事 就是 他会利用 不同的社群软体 然后去密Ashley 然后重点来咯 假如今天他密你 脸书 然后你不加他 他就会再按取消 再按 就是要加你 然后你的那个FB 就一直不断显示 某个人 要加你 然后你不注意到 也不行 然后重点是 他可能还会 change一下他的名字 然后他就是想尽办法加你 或是加你身边的朋友 因为 FB有个功能 就是说他有可能是 朋友的朋友看得到 或是显示公开 我们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人去骚扰我们 然后我们又重新 把全部的文章 都全部按什么 只有朋友看得到 那实在太麻烦了 对 而且 这几年你都已经 不知道跑多少文了 你怎么可能一个一个 全部 全部按掉 不可能 太麻烦了 你知道FB是 我就有从国中的时候 开始使用到现在 那我们都不知道几千篇了 怎么可能这个样子 对啊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 Asher就超级困扰 而且他那时候 游觅我 就是他那时候 就装了一个是我的粉丝 然后欣赏我的音乐 我的钢琴 结果到最后 我才发现说 诶 这个人很像 一直询问到Asher相关的消息 后来我才发现说 诶 那个人就是骚扰Asher的人 我觉得他很可怕 就是他有办法去搜集到 你身边的朋友的资讯 然后他就是 密你 他刚才说装没事哦 跟你聊天 然后最后他就是 间接的 想要得到某一个人的消息 我觉得在职场上 这种东西也很多 我遇过一个 就是我遇过职场 这不跟姓嫂有没有 职场很莫名的事 曾经在职场上 就遇到一个男生 然后他就会表现出 可能他喜欢你啊 然后对你有意思的那种感觉 但是到最后 因为他就常常表现出 他可能对你比较有意思 所以主管什么各方面 他就是常常会派工作 就是让你们两个 可以一起工作 因为他会觉得说 诶 这个譬如说这个男同事 似乎对你很像比较有意思 他就觉得说 诶 那不如就让你们两个一起 奏合你们两个吗 对 就是会有点这种意思 或是旁边身边的一些 年纪比较大的 一些工作的同事 想把你们拱在一起啊 他就说诶 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诶 可以试试看 暗示你们 对 所以就常常把工作 就是把我们两个抽在一起做门 公司不分 可是这种压力很大诶 对 我们就常常一起外出 然后有一天我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也没多惊人啊 就是他表面上在工作 就会 公司就是会表现出他非常 对我非常好 比如说在任何事情方面 他都会帮我处理干嘛 然后教我很多东西 结果出去工作的时候 他完全不理我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职场上 外出去探访一些人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回头一看说 诶 我发生了这个问题 你可不可以帮我 他就看你一下 然后就去晃他的手机 然后你就会很生气说 诶我们两个在工作诶 啊只是因为我们两个在工作主管 不在这我们两个外出嘛 那所以很多行为是我看在眼里 可是其他同事并不知情 而且如果你跟其他同事讲 其他同事想说 你是不是干嘛污蔑他 又不是这种人 因为他在大家的面前都表现到说 他是一个好男人 他人家对我有意思 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 他只是想要 借这个机会跟你外出 因为他知道说 诶也许他这样工作起来 比较轻松 因为你是菜鸟嘛 对不对 而且再加上你说 你又不敢说什么 你又不敢跟谁告状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诶大家对那个男生 比较了解 对你反而不了解 反而你说了 会搞得像你在说对方坏话一样 所以我后来会觉得 超级霹雳无敌 讨厌 超级霹雳无敌 我之前啊 还遇过一个职场性骚 就是说 有些资深的老板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年纪很大 然后看到年轻的妹妹之类的 他可能就是会很注意你的穿着 就像曾经有一次我就穿了一件比较紧深的衣服 但是 我也不是故意要穿这样 就是因为你知道衣服就是白白肿嘛 但是我也没有刻意裸露 我就是衣服就是有紧有松 然后他就是 嗯 把他的头然后就是看在你的胸前 就说 哇 你今天穿着好好看哦 那一般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穿着好看 我们是看他整体觉得他好看 他是把头摊到我胸前说 哇 你穿着好好看 然后让我觉得当下很想打他 但是因为有时候你也知道嘛 职场你不可能真的 就是说这些话 你就只能默默想说 真的很变态 但是你可能为了 真的好恶心 对你可能为了要具有这份工作 其实你就是 你只能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 欸 你有点太过分了哦 等等去暗示他 可是他会觉得说 这些很像也是在跟他玩 他就是会继续 有时候会变本家里 对 可是这种东西也真的 还蛮难防 就是你要直说嘛 也不可能 但是 你只能委婉的 表现出你 不喜欢这样子 可是如果他 也没有太过分 也没有更近 不肯定多 就是言语上的骚扰 其实 你也不太能说什么 真的你很难去说什么 真的很难去 因为 我之前工作职场上 发生件事就是说 假如我比喻有两个员工好了 那A员工 假如是我 B员工是完全被骚扰 没感觉 就是我听得出来 是老板在骚扰B员工 可是B员工也蛮喜欢被骚扰的感觉 就是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点有关色情 但是他们可能 对 对 但是B员工完全就觉得 欸很有趣很好笑 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也很开心 所以老板可能会觉得说 欸我讲这些你也很开心 可能你也很喜欢听吧 然后就继续说 可是我在旁边听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是因为第一个 也许我有时候真的听不太懂 他们在讲哪些事情 然后B跟老板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听不懂 然后他们反而会更想说给你懂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不想听 我真的也不想知道 所以我就说 如果说去工作上职场上遇到骚扰 我觉得要很勇敢的去表达说你不喜欢听 但是也不要太直接 因为你有可能会失去这份关系 有时候可以看人家说 欸你们讲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喔 那我在工作上不要讲这个 那我就说 欸你不要一直看我穿着啦 那有时候我觉得穿着要看地方 如果就是如果男性 员工或朋友不要多的话 男性的老板 过于就是年纪大还是什么之类 我觉得有时候穿着 可以不要那么的紧身 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穿点轻松的衣服 但是就是还是要看你在什么职场啦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被骚扰 我感觉真的不舒服 因为说一句实话 嗯当有一个人 他这么注意你的身材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欸那种感觉很恶心欸 真的蛮恶心的欸 而且说真的 其实这件事也蛮危险 就是如果说你又不知道怎么拒绝 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其实不喜欢 然后到方又变门加烈的时候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说 欸他下一步到底会变门加烈到什么地步 对我觉得要说 因为我觉得你说 会让对方知道说 欸其实你是不容许这样被欺负 所以他可能还会去骚扰你 可是他可能就不敢动手动脚 可是他可能就不敢动手动脚 对 可是他不敢真的毛手毛脚 真的我还遇过就是说 老板有时候就会故意拍打你一个 所谓的模糊的地带 什么叫模糊地带呢 可能屁 有点快要距离屁股 可是可能又还在腰的范围 他就是有点像 腰的下面 然后屁股的上面 然后那一块中间就是 比较多是骨头 你就会觉得说 欸你很像被摸了 可是你会觉得说 很像又没有什么 这么大的感觉 然后我就会觉得 欸很不舒服 又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部位的感觉 对 然后他可能就是有点像 要拍打你屁股 可是他没有碰到你屁股 可能就是屁股上面一点点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欸你在干嘛 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是 我会不要直接说 欸你在干嘛 不要对我就是 动手动脚 男女受受不轻喔 虽然我这样警告过了 我之前的老板 可是我之前老板 还是觉得很有趣 要玩 他可能觉得你在跟他玩吧 他还是会继续 对你有一些行为 但是他可能就会 有点熟练一点 对 就不敢太超过太over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属于 真的会害怕的女生 我觉得尽量就是说 职场上还是要选择一下 适当适合的场所 是大老板 嗯 第一当然是环境你要选择一下 然后如果说 欸你真的 目前还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工作环境的话 那真的就是你自己穿着上 尽量保守一点 不要比如说太紧 或是穿得太浮夸 然后太露 对 最好不要有什么露小尖啊 或是什么 一定都尽量要穿得比较保守 如果职场上你被暗示到一些 你觉得有点过于明显的字眼 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拒绝 因为很多职场上是有些有 是有婚姻的 但是他可能会觉得 出自绝的时候 可能他的另外一半不知道 然后偷偷地想要 就是对你有些暗示 就想说 欸你刚出社会的小女孩 或小男孩 你们又不敢说 所以他就会故意这样 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拒绝 就是 你绝对不要假装听不懂 因为我那时候用过这一招 我就想说 欸有的人对我有些暗示 我想说 嗯那我假装听不懂 好了欸 假装听不懂是烂招 因为他会讲的 可以更惨 对他会讲的让你听得懂 其实其实 我讲 大家长大了一定 大家讲什么 其实大家一定都知道 多少知道 只是可能有些 比较过于多 你可能会不明白 他在讲什么 可是大部分都是 for那个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在职场上遇到烂 绝对女生 不要想说 啊我假装听不懂就没事了 一定要听得懂 然后你要说 欸拒绝 对你不要再这样说了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太过分了喔 那你在这样说下去 我可能觉得 这个职场上 可能不适合我 那对方 就会因为他需要 你这个人 他可能就会适当 但是你绝对不要 像我之前 就讲很听不懂 蛤你在讲什么 你在讲什么 也就装得很像听不懂 哇更可怕 他就真的说的 让你非常的懂 那你就知道 他就讲的超细节的 对 一开始还只是暗示还好喔 你还可以委婉的转调 等到 后来他真的 讲的很detail 很爽气的时候 太可怕了 但这时候再 再转调的时候 就有点尴尬了喔 拜托 我之前还遇过的更可怕 我之前就是 在就是 学生时期我去打工 然后我可能去 某家政所打工 然后在打工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 就是 交代说 一刚开始进去这个地方打工的时候 可能要先擦个玻璃 然后等等 做一些基本的 这个环境整洁 我就在那边擦玻璃 擦擦擦 擦擦擦的时候 突然间 远方有一个医生 传来一个声音说 他就叫我的名字跟我说 欸 我今天我老婆外出喔 喔好信啊 哇靠 他老婆外出 光我什么事 但是我就觉得 有点怪怪的 因为通常很多 他们的一些 职场生态就是 有些医生他自己出来开 他们都是他们老婆 会住在二楼嘛 那他们可能就是 自己在一楼 开业当诊所嘛 那我就觉得说 喔那个玻璃明明就是 五分钟 这十分钟可以擦 我擦了半个小时 我就觉得那个玻璃快破了 因为我觉得 你就是不敢走进去 我觉得好害怕 这个走进去 会不会走不出来啊 我就觉得好害怕喔 可是因为你知道 我当时还是学生 我真的不太敢讲 我就是 真的擦了 他不会擦 我真的觉得我擦好 我就擦到 我觉得我好烦喔 就已经这么干净了 我还在那边擦玻璃 而且还是同一片玻璃 就你已经没有其他片 可以擦 是同一个地方 没有有两片 因为那个门打开 我有左边那一片 右边那一片 至少你还有两片 可以消磨时光 喔真的太可怕了 结果后来 还好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突然间变胸说 什么事吗 你找我干嘛 然后他就突然间突然间 他想说 奇怪我态度那么差 他就说 没有啦没事 我本来想找你进来 我就觉得好害怕 因为我觉得 我那时候 我真的不可能 可以跟你们说哪一件 但是 就是有些医生 他们可能看起来很斯文 但是也不要说有些医生啦 就是说 有些人 他可能看起来很斯文 但是他可能行为举止 是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就是 如果今天他真的就是 对你说了一些很色的话 或什么之类 你就算跟了他的另外一半讲 另外一半是不会相信 因为有的人他是 但是在你面前是这个样子 可是在另外一个人面前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 之前我那时候 在打工的时候 我就做一些文书的时候 那位医生 就站得离我非常非常的近 近到 我觉得他只要 用一根手指头 他就可以碰到我的距离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我就 其实我那时候很正在工作 我其实没有发现有人站在我后面 然后我突然间回头 我吓一跳 哇 他怎么离我这么近 而且因为你知道 就是身高不高 所以你就是 回头的时候 他就刚好胸膛 就在你的那个 眼睛视野 你就会觉得好恐怖 你在干嘛 我就说 你在干嘛 他就说没有啊 我只是想看看你在干嘛 我就觉得好恶心 又很暧昧 重点是那位医生 年纪很大 还有小孩 还有老婆 所以我就说 在职场上性少 其实是真的很多 但有的人他很明显 有的人他不明显 他就是会 有一种母母帝 但是他第一个他没有碰到你 也不构成职场性少 但是第二个他很靠近 他就是 你说他用暧昧字眼是有一点 但是他也没有很detail讲到些什么 所以你又不能去 控诉他什么 因为他好像 没有真的讲到什么关键字 所以这种事情 你真的也很难 真的很难防 可是你会真的觉得有点不舒服 想说 而且我那时候还是学生 我其实对这些应对还没有相信啊 如果现在有个人靠近我说 欸你干嘛 小心 我告你哦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说 就是幽默的把它转掉 因为我觉得出社会长大 就是出社会之后 你会知道怎么应对 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对那个人 做一些提出告诉 就会觉得太麻烦 也他也没有对你怎么样 只是说你可能会 因为警告 然后让对方知道说 你是有底线 或是让对方知道说 你不是这样那么容许被欺负的 所以对方就会对你有一点点说 我跟他玩而已啊 不可以太过分 所以我觉得职场上 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保护自己 就是说在职场上 如果遇到一些已婚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职场生态不是很好 就是如果遇到一些已婚的 然后就是真的要小心 就是我觉得有些 就是你找麻学生可能还很单纯 有些社会上的一些 不管男的也好 女生也好 他们其实就是 没有这么的单纯跟简单 所以在职场上 真的有已婚的不要碰 就是如果有些 我曾经就是有听过 就是有些男生 他会去叙述说 他的婚姻有多不幸福 然后而靠这样子来接近 小女孩或小男孩 那我觉得就是建议说 大家还是要小心 因为工作真的是工作 大家下班其实是要去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譬如说你可能有一些才艺啊 干嘛你可以学 但是尽量是不要就是 让你的工作职场变得更复杂 真的不好 就是我们工作就是好好 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然后下班好好的休息 去找你的朋友 我觉得也不要跟就是 自己那个同事这么好 我的建议啦 但是还是要看个人 因为我觉得说 你其实人相处的太密集 反而会不一定感情可以这么好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大家可以在职场上 跟大家相处愉快 那我觉得 上班归上班 下班归下班 如果真的不错 可以当朋友 但是我觉得尽量还是分开 会比较好 好哦 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建议 就是我对这些社会新鲜的建议 就是说 第一个去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说话的技巧 多学习 然后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工作遇到职场性少了 一定要说 说不 对 一定要说不 说不 好第三个就是 就是如果在职场上 遇到一些结婚的 不管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真的要小心 真的不要同情型泛滥 因为有些人就是 他或许不是想骗你的钱 不是想骗你的什么 他就是想骗你的人 跟骗你的感情 对 我觉得在职场上 有些真的要小心 因为工作 我们希望工作 下班之后可以 拥有自己的生活 工作单纯化不就好 对 单纯化公司分明 然后理性一点面对 尤其是女生 真的不要同情型泛滥 这个真的很危险 对 我觉得说 很多东西要把它 给女孩的建议啦 对 我觉得 我是比较担心女孩受骗 男生我是比较不担心 对 但是我觉得说 男生也会啦 这方面不一样 真的要小心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也会有很多黑暗面 那我希望大家去工作 都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顺顺利利 但是重点是要 非常的 就是小心一些事情 对 懂得保护自己 很重要 真的工作就是要 就是我们要找对象 我们经常找的是 比较单身的 然后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经常找一个 比较OK的 对 然后就是 职场上尽量就是 也不要讲人家八卦啦 闲言闲语 因为这样子会导致 你很快在那个职场上 就被game over了 因为你要记得 职场那些 比较职生的 永远是赢你的 你绝对不可能 那么快的赢那些职生的 对 因为 他呆的久别人 也会比较信任他们 如果真的要提掉 也绝对不会是他们 是你 而且老板他希望 因为他已经 老板已经跟这些员工相对 他们那些人一定是有能力的 才能呆那么久 你是很容易被替代的 对 而且也跟老板相处的OK 然后彼此工作都有默契 所以即使再怎样 老板其实 少地方也是会包容他们 反而比较不能包容的 还是那些新人 对 而且重点是 我觉得我在职场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 就是 你今天 不管你的生态是 今日是今日弊 还是像有些 OL工作 老板在一个dayline 你必须玩 就是你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不要随随便 而且上班一定要准时 绝对不要不准时 因为这样子会给老板不好的印象 还有工作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一定 除了这样子以外 工作 把事情做好以外 最重要就是很多细节 你要小心 如果你在职场上 你是很容易健忘的 一定要带一个笔记本 然后把它记下 我曾经遇过一个就是 遇过一些就是 朋友 我听过就是说 他可能就是 就是他可能记忆力没那么好 然后今天A主管跟他说 A你要做什么 啊好我记得 B主管的话 你今天可能在 几分钟之后说 欸你要做什么 好啊我记得B A我忘记了 结果可能一段时间过后 主管说 欸 啊你的B做好吗 耶我老板我做好 那A呢 啊我忘记了 你当初A到底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你是比较好 就是可能健忘的 那一定要拿起你的笔记本 然后把那个东西抄起来 这样子才比较不会被人家骂 其实也不是说健忘 因为有时候职场上要记的 那个小细节真的太多了 对所以你一定要带笔记本 带个小小的笔记本去记下来 第一就是 防止你漏了什么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这真的很禁忌耶 这真的很禁忌 工作上真的很禁忌 因为这当然就是你的工作能力嘛 然后再来就是考量到别人对你的观感 也是有差 还有最重要就是 工作不要自以为是 如果今天老板交代你 工作就是这样 ABCDE 你不要觉得说 欸我可以换个方式 如果你换的方式好是OK 但是如果比如像在 有些天 比如说食品工作 老板给你一个配方 然后要你这样子做 你绝对不可以觉得说 欸我觉得我这样做会比较好吃 而更改了配方 这是禁忌 因为有可能会害老板 损失一大笔金额 如果这个老板 愿意自己吸收就还好 如果这老板要你吸收 你可能可能还没赚到钱 你可能就要赔一大笔钱 而且有时候那金额是非常可观的 不可以开玩笑 对就是真的不要自作聪明 这真的 对啊很禁忌的啊 然后再就是你 你自作聪明了之后 可能也会导致说 自己发生危险 就有些事情他可能 是可能在 有些人可能是念建筑系 念什么系 可能需要去工 那工厂监督有没有 的那种实习的 其实工厂也真的有很多 美甲很多妹妹嘎嘎 需要就是注意 所以也不要自作聪明 不然也会发生危险啊 真的还有职场 还有一点就是说 多听多问 然后真的不懂 少说话 我就有时候多听多看少说话 真的 就除非真的需要说 那不然就是少这种 闲言闲语八卦 因为你今天八卦 别人很快 别人就来八卦你 对 除非你 你已经很资深很资深 你真的就是 那个位置坐得超 超牢固的 还有 我觉得职场上最重要的是说 讲任何一句话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可能 无心的一句话 然后可能被A传被B传 搞到最后你很像在批评别人 或是搞到最后 其实你就是那个 说别人坏话的那个八卦的者 你会被误会 所以真的 在职场上任何一句话 你还是思考一下在说 对 而且其实长大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 是有理说不清 而且 可能甚至你被误会了 或是你被怎么传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喔 这是真的 就真的很危险 而且职场上最重要的就是 注意说 你们工作的时候 除了认真工作的话 你们眼镜都要看 因为有读书嘛 你就是认真看你的书 认真写你的作业 认真看老师的黑板 就好 没有职场上是 你今天被派到做A工作 你就好好做A工作以外 你的眼睛其实是要 偶尔看一下四周 看一下大家现在在干嘛 大家在说什么 你要去耳听八方 因为有时候其实也许 有的人在讲一些事情 是有关工作内容 可是你没有在听 你就想说 好我要快来认真工作 反而人家反而骂你说 啊你是都没在听喔 或是说 或是我不想告诉你 有的人职场上 他会不想告诉你 他觉得说 我刚刚明明就有讲到 而且我还讲这么大声 结果 结果你却只有在默默埋头苦干 别人也会觉得说 诶 这也是能力不好之一喔 对真的 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职场 更夸张的是就是 曾经 譬如说 好我们比喻AB员工好了 A员工是年纪比较大 B员工是年纪比较小的 然后今天老板 把工作给B员工 他就跟B员工说 好我现在把工作都交给你 那你等一下去交A员工 因为你们两个是要负责同一个案子 结果B员工就是有交A员工 可是A员工就是 在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诶 怎么那么多细节 人家跟B讲的不太一样 而且他就觉得说 诶做起来真的很不顺 他就跑去问B员工说 诶 你刚刚这样交 怎么觉得很像不对 他说对啊 就是这样子 他就不愿意多说 然后搞到A员工被人家骂 然后老板觉得他能力不好 后来经过一阵子之后 有一天因为B员工 因为他是被老板教 他一定学习能力 各方面是正确的嘛 有一天B员工 他跟主管聊天 可能聊一聊 不喜欢说漏主 他就说 我其实是故意不交A员工 因为我很怕我被取代 因为他们那个职场生 那就是 大家可能是一年一聘 或是可能就是两年一聘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做长久 除非你真的很 就是怎么玩 很有能力 他们其实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那他就是因为怕被取代 所以他宁可就是自己 留了好几手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导致A员工 可能绩效不好干嘛 然后一直被骂 然后差点要被离职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在职场上 有很多事情真的是 太 你知道我去职场上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去战争 超上去战争的 你除了把你自己工作 做好事基本以外 你还要耳听八方 然后看一下 人际也是很重要 你读书读得再好 你人际不好 在职场上就是game over 对而且你也要看一下这个环境 大家都是怎么叫的 怎么相处的 对然后你要去熟悉每个 因为真的啦 每一个职场 他不一样 他的环境不一样 公众模式不一样 人际相处 然后不同的人 白白种嘛 这模式真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 去了解一下人家 都是怎么说话的 怎么去相处的 这是真的 而且职场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除了跟同事 我觉得同事也不用说好到八九 就说适当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好 反而你们关系会变得更不好 如果你们听不懂我说话 以后进去职场就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工作 一定要准时以外 适当的相处 最重要是要把事情做好 对就是我们只能提点你们到这里 剩下的就是 要自己去体验咯 自己去体验咯 如果你们觉得职场上有很多问题 想要问我们 都欢迎留言 或甚至是就是我们有一个email 我们如果觉得问题很多 我们下一集可以再做一些相关的 对 然后来回答你们 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底下留言 你在职场上遇到的问题 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 然后如果真的 对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啦 可以再做一些相关的系列 来讨论这些事情 真的 如果真的觉得问题太多 我有一个小瑞拉专线喔 小瑞拉专线就是可以为你们解决这些烦恼 然后就是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试着去就是找一些书发管道 如果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困难 不知道怎么解决 除了问我以外 也许你们身边有一些长辈可以去询问 好咯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